女人第一次来城里逛街 看上了一件衣服 而丈夫却说 这么高级的料子 中钱人一年能穿几回啊 女人听出了丈夫的言外之意 不舍得脱下还给售货员 但是真的太喜欢了 她还是鼓起勇气试探地问了一下价格 不贵 才14块5 哎呀 我只剩5块多钱 然而 男人并没有准备给妻子买的打算 嘴上念叨着有急事 手搭上女人的肩就要拉她离开 一走到店门口 她就跟女人要回那5块 说是难得碰到这么便宜的一次 要拿去买小猪仔 女人也只是笑着说 我随你 便毫不犹豫地递给了男人 回到家 女人便把新买的玩具和圆珠笔 送给孩子们 紧接着把递给丈夫新买的两盒烟 一看发现是京壮的新大门 自己还从未抽过这么好的烟 男人笑得嘴都喝不露 家里每个人都收到了礼物 唯独只有女人没有 女儿问她给自己买了什么礼物时 她都笑着回答说 那只小猪仔就是她给自己的礼物 甚至就连妹妹问她 她都会收那么好的衣服 自己根本也没时间穿出去 索性也就都没买 可不是都三十岁的人了 女人三十老大妈呀 就你一只花 说这么好的烟 还戴锡纸的 你太不公平了 我姐跟结婚这么多年 也做过几件新衣服 买过几块消费皂 别擦脸油 你也不知道给她买一盒吧 陶春就是这样一个人 既温柔又贤惠 万事永远为别人考虑 对丈夫沐生也都是言听计从 无论沐生说什么 她总是一句我随你 任何事情都是丈夫说了算 就连甚至连孩子的作业签名 都只能丈夫签 和大多数传统的家庭一样 陶春是以男人为天的 家里的任何事都是首要的 白天割草喂猪洗衣做饭 晚上还要给丈夫端上一盆洗脚水 伺候完丈夫 还要负责哄睡年幼的小儿子入睡 之后可能还要继续白天还未做完的活 每天从早到晚的操劳 可是这样任劳任怨默默付出 丈夫却熟视无睹 一切都感觉是理所当然 从未为妻子考虑过什么 甚至就连女人跟丈夫提起 妹妹约他上城里感激的事 男人却不让他去 说妹妹鬼主意太多了 世上就没有他不想图的新鲜 庄稼人不图那个新鲜 让女人要是有空 恰好可以明天跟他去镇上把猪卖了 女人又是笑着说 我随你 而他根本不知道 陶春长这么大都还没出过大山 这次是听着妹妹给儿子描述火车的画面 又或许是妹妹描述的太过于精彩 这才让陶春也很是心动 很想去看看 但男人的态度 陶春还是选择了顺从 晚上 妹妹来家里找陶春 女人却以家里的事情太过于繁重了 一时半会的她也离不开 加上自己也没什么合适的衣服 就姑且不去了 妹妹却都明白 一切都是因为陌生 便开始忍不住吐槽男人 村里每月都有两场电影 而她却从未带姐姐去看过 女人只好笑着打圆场 说自己确实也没时间 看着这般维护丈夫的姐姐 妹妹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 晚上 男人睡觉女人却还在干活 仿佛不知疲倦一样 直到一会 女人直接痛了一晚上 虚弱地坐在床边 独自一人在床边忍着 由于怕影响丈夫第二天干活 硬是一声没啃 直到天微亮才躺下 也就是这次发病 将改变这个家的命运 女人从早到晚的干活 忙碌到深夜才停下 本就已经够疲惫 然而半夜就急发作 她却只能坐在床边 不敢惊动正在熟睡的丈夫 腹部传来的痛感 直接让她差点昏过去 但是她还是咬着牙忍了下来 床榻上的丈夫竟毫无察觉 直至天微亮女人才入睡 第二天早上 男人醒来自顾自的起来穿衣 依旧丝毫没注意到女人的不适 嘴上还念叨着女人 怎么这么晚了还不起床去干活 本想今天让女人跟自己去把猪给卖了 陶春这才说自己肚子疼得厉害 改天再去吧 男人便不再多说什么 对于女人这腹痛的老毛病 也没有要带女人去检查的意思 在她看来 无非就是女人的小毛病又犯了 从口袋里随意地拿出两包纸疼药 说要是吃完还疼 她再去城里买 还是决定跟丈夫一起去把猪卖了 离开前 她将孩子交给妹妹照看 妹妹还向她安利了 供销社最近很流行的一款新衣服 说卖了猪一定要去看看 自己幸幸苦苦了一年 也该买件新衣服犒劳犒劳自己 还特意强调了价格不贵 比买不做还要便宜 女人欣然答应 陶春跟着丈夫把猪抬到镇上 来买的人都夸这猪养得飙肥体壮 可见平日里女人在家干活这块从不满 男人听了也很是高兴 最终 这只猪以109块5毛4的价格卖了出去 男人把100块留下 其余的零头都给了陶春 陶春用这9块5毛4 先是给儿子买了新玩具 又给女儿买了支圆珠笔 最后还给丈夫买了两包最好的烟 然而 当她听妹妹的话 来到供销社看看新衣服时 却被丈夫带走 也许时习惯了为这个家付出一切 她从未抱怨过一句 永远是那句 我随你 陶春肚子疼的毛病越来越厉害 这天 她割完猪草正要背着回家 却不曾想 突然腹部疼痛男人 没一会就疼出一身汗 女儿急忙跑到江边 告诉正在百度的父亲 然而 牧生却不以为然 说是老毛病了过会就好了 焦急的女儿说 母亲疼得直冒冷汗了 牧生这才稍微有所动容 他让女儿去买点止疼药回家 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在外却是一个 人人称赞的活雷风热心肠 遇到腿脚不变的老人和病人 他都会主动帮忙 可是他却做不到 体谅家中的妻子 看着桃春疼的药昏厥过去 妹妹心疼不已 等到女儿拿着买回来的止疼药 蠢货 这是我爹就要买的 告诉你爹去 再不上医院 你妈就没病了 最终 还是来了医院 医生单独把牧生叫过去 责怪家属 为什么病人生病都这么久了 一直不来检查 现在已经是肝癌晚期了 他们也无能为力 目前只能做肝液切除手术 病人估计只能撑到今年过年 医生的话给了男人宛如晴天霹雳 听到这些的牧生万分自责 他直到现在才明白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 是他耽误了妻子治疗的最佳时间 硬生生地拖成了晚期 看着桃春被推进手术室 他终于忍不住痛哭流涕 他对丈夫百依百顺 而结婚十余年 对方却连一件新衣服都不舍地给他买 然而这都不算什么 如今还患上了肝癌晚期 看着被推进手术室的妻子 男人趴在门上痛哭流涕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过手就是他 如今即便是手术后 女人也仅剩不到半年的时间了 牧生在懊悔 也改变不了事实 只能去接受他 家里还有两个小孩需要他 把妻子托付给妹妹之后 牧生则回去安顿家里 刚坐下 女儿竟学着妻子的样子 有模有样地给他端来脚盘 转身就要去打西脚水 牧生连忙拉住女儿 是爹不好 看着这般懂事的女儿 又想到还躺在医院的妻子 男人痛苦不已 母亲不在的日子 家里大大小小的活都被女儿一人扛起 并且因此还耽误了他上学 幸好被妹妹看到 才给女儿劝回学校去 几天后 桃春伤口还未完全愈合 但心里始终是放不下家里的两个孩子 便让丈夫带他回家 他们坐着汽车回来的 这一路上女人都格外的高兴 我也算是有福的人了 随说病了一下 可也见了世面 要不哪有机会进县城看看呀 还坐上了汽车 桃春的话让牧生听着很是愧疚 结婚十多年了 这事竟然还是他第一次带妻子进城 这时他才感受到自己的不称职 一回到家 儿子就欣喜若狂地抱住母亲 看着母子两人相拥 在一旁的妹妹竟也忍不住落泪 进屋后 牧生主动打来洗脸水 这让女人很是意外 两人互相推荡着让对方先洗 直到男人表示 往后就不要推推让让的 谁先洗都一样 女人这才去洗 晚上孩子拿来家庭作业要签名 牧生也让桃春去签 女人更讶异了 但是还是听丈夫的话签上了 这是桃春第一次签自己的名 看着妻子小心翼翼的样子 牧生红了眼 他想尽自己所能弥补妻子 但是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只恨自己现在才理解妻子的不义 第二天 他就跑到镇上 要买回当初妻子看上的那件衣服 然而却没货 他只好去到肉谱 破天荒地买了一副猪肚回去 回到家看到正在试衣服的妻子 这才知道 原来是妹妹早太一步把衣服买了回去 牧生有些惭愧 看着眼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妻子 男人很是五味杂陈 牧生坚持要把衣服的钱还给妹妹 你的钱留着买人担保 妹妹可不会放过挖苦牧生的机会 此时陶春竟然还心疼起牧生来了 回来后的几日 陶春能明显地感觉到 大家的怪异 除了丈夫的异常举止外 女儿好像是一夜长大了一样 晚上不仅会哄睡弟弟 甚至现在都开始想要母亲教她做衣服 大家的反常陶春心里都明白 她预感到自己可能时间不多了 晚上睡觉时 牧生问她有没有什么愿望 陶春说自己想去隔壁村看看火车 她长这么大了还没见过呢 我们成亲十几年了 你总是随我 随我 往后我也 也要随随你 就这样 第二天一早 把孩子再次交给妹妹 牧生就推着独轮车载着陶春 一如当年初次来到牧生家一样